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eva 今集邀請到一個特別嘉賓 是一個小朋友 他剛剛來到美國讀書 我也想訪問他一些有關在美國讀書的事情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和繼續看下去 Hello 你好 好 你好緊張是不是 不如你自我介紹一下自己 我叫了XXX 今年11歲 六年班 今年是六年班 今年六年班是不是 是 你什麼時候來到美國讀書 我是六月來的 今年六月 不是七月嗎 是六月 是六月尾 六月尾 你介不介意我會問你一些問題 謝謝 好 不用太緊張 放鬆一下就可以了 想問你 你讀這間學校之前 你媽媽和你自己有什麼要預備的 有沒有interview 老師說要預備一些文件之類的東西 有的 例如呢 你拿過什麼獎 還有呢 就是學校老師都會看這些東西 其實拿回到學校的時候 那些老師都不是很好看 哦 其實你預備了 但是老師是不看的 有的看有的不看 哦 那他有沒有特別要求你帶些什麼進去看的 那有沒有特別要求帶些什麼進去看 那你自己拿了些什麼給他看 他就會看的 那他有沒有注重你的成績 有沒有說你的成績怎麼樣 這樣 說好還是不好 有沒有一些留言 那也不會有的 這裏分區 這樣上學 那你去到哪個區 那你一定要回那間學校 所以你無論怎樣都要回那間學校 哦 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住那區 例如我住北區 那我就在北區上學 他沒得不收你的 哦 他不會選學生的 他有沒有說分精英班 或者是一些比較弱的學生 一班 會的 會的 那 我不是正常班 為什麼呢 沒有精英班 就是正常班 以及YESO 是一班 就是總共分多少班 有兩班 有三 是有兩班的 那麼YESO就是給一些 剛剛來到美國的小朋友 就是好像我這樣 YESO 是 哦 然後呢 那其他的是 就是入其他班 其他的正常 哦 這樣分的 是 那會不會產生歧視 不會啊 不會啊 為什麼呢 因為有學校的同學很好的 那些同學很好的 但是你的同學全部都是 好像在香港 租國 台灣來的 還是他都是本地 美國出生的小朋友來的 有些是英離開了YESO的同學 就去了正常班 是 但是有些就好像你這樣 是啊 知道媽媽有沒有跟妳說 那些學費 有沒有說 哪一班是有不同的 那樣的 那學費 每一班都是一樣的 哦 就算分了一班又不同 但是學費都是一樣的 是啊 哦 那就很好 很公平 是嗎 嗯 嗯 那我想問一下妳呢 那妳進去讀書之前 那妳進去讀書之前 有沒有考一些英文士的 那也會的 不過她知道我不是 那個母語不是英文 所以我不用考英文士入學 那樣就只需要 要考數學士 哦 要考數學士 但是為什麼會只考數學士 不是考其他 例如說是美術啊 音樂啊 還是為什麼一定要考數學呢 哦 因為數學 還是妳數學一般 不是啊 是數學 因為數學人 人人都要用 哦 這個是美國規定的 是不是 是啊 妳在外地來 只要考數學就行 嘩 好特別啊 真的第一次 我還以為只考英文士 是啊 好啊 那我想問一下妳 剛才妳說分三班 那 兩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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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班就是ISO的一班 一班就是主流 即是同學在這裡出生的 是的 那一班有多少同學呢 一班 普遍 普通嗎 是的 普通的 不知道 即現在妳那班有多少同學 如果我一班 一班 一班有四個 蛤 四個 對 一班有四個 因為級級不同 哦 以妳所知其他級是多少個 哦 一班都有二十幾個 二十幾至三十幾個 哦 即是現在妳一個老師對四個小朋友 包括妳自己在內 是啊 哇 那她不可以很專注地照顧到妳的需要 是啊 就是因為要專注照顧自己 專注照顧自己 要專注照顧自己 要專注照顧 慢慢慢慢 照顧自己 不是 要專注照顧一些 個別需要 是啊 嗯 那妳就會很開心 是不是 是啊 好啊 很好 那妳這樣說 學校的老師怎樣好 怎樣去關注到妳 哦 她見到妳好像有些 confused 嗯 的話 這樣 她就會來幫妳 即是她走過來問妳 是不是 需要有什麼幫助 是啊 哦 那妳的態度是友善的 是啊 那如果有一刻妳試過 例如數學不明白 她有沒有發脾氣啊 說妳啊 或者甚至留妳班 就是留妳堂 那這裡不會留堂 哦 還有 這裡的人很好 不會罵人 是 老師多稱讚鼓勵 是啊 安慰 安慰 哇 好厲害 我沒有試過 暫時沒有 是嗎 嗯 聽起來很吸引 真是 我想問妳 妳 剛才我都有說 妳一班 現在有四個 那妳擔不擔心被人歧視妳 那又不會 即是來美國讀書之前 妳心裡有沒有很緊張的 哦 會啊 都會 妳緊張些什麼 緊張啊 說英文又不是很好啊 哦 妳擔心自己說得不留理 是啊 不過現在說得很好啊 說得很好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又不是很好啊 但是妳現在跟同學聊天都是用英文的 是啊 她們聽不聽得懂啊 聽得懂 她有沒有嫌棄妳說英文很慢啊 不會啊 很好啊 很好啊 她接納妳的 是啊 哦 那很好啊 真的 那我又想問一下妳呢 妳用了多久時間適應在美國讀書的生活 即是妳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0月 差不多半年了 那妳這半年裏面妳用了多久才適應到 即是妳用了半年時間 還是用了幾個月就很快適應了 嗯 是說說英文啊 嗯 首先說英文先啦 我說英文啦 回到學校回了大概一個禮拜之後呢 那些人樣啊 忘熟了啦 這樣之後 就是很開心啊 這樣 慢慢來慢慢來 慢慢來 即是妳適應了一段兩個月的時間 兩個禮拜 哦 大概是這樣 那就開始 英文就不要那麼害怕了 是啊 哦 那妳現在覺得在英語這樣學習法呢 即是學數學啦 或者學音樂啦 或者學美術那些東西 妳有沒有覺得有點難度啊 那又沒有啊 即是一開始都沒有的 是 聽得懂的 不是 一開始啊 聽不明白的 一開始聽不明白的 是啊 不過之後就聽得懂了 哦 開始就慢慢聽得懂了 是 老師其實知不知道妳開始聽不明白的 老師應該知道的 但她就沒有說嫌棄妳 不會啊 她很努力地幫妳 是啊 嗯 聽下去 她最感受到妳的 很快融洽的機會 就是因為 老師那個愛心啊 包容 想問一下妳 妳覺得來到美國呢 讀書有什麼挑戰呢 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除了英文要快點 pick up 之外 還有其他有些什麼 有什麼挑戰呢 認識同學仔 啊 是啊 同學仔 那 我想問妳 那些同學仔全部都是住在這個區 是啊 那妳是走路上學還是回到校包上學 走路 哦 是 很近是吧 是啊 嗯 多久啊 要走 哦 走啦 一分鐘不用的 這麼近 那妳平時不是很遲才來預備 是不是 入時如果睡過了 這樣又會 那學校有沒有說遲到會有什麼懲罰 遲到沒有懲罰 寫張紙給妳 然後交給老師做紀錄 這樣 那會不會像香港說既大過既小過 那又不會 哦 沒有的 是 不會罵不會罰 不會的 沒有罰樓桃 沒有的 這麼好呢 那妳學校有什麼課外活動的 課外活動 很多 妳過來聽聽 對 那大部分是免費的 是 首先免費 對 那有什麼課外活動是免費 很吸引妳去學的 是嗎 我 我 被我吸引了 是 是 畫畫 對 畫畫好像 嗯 編輝 哦 妳很喜歡畫畫的 哦 那又不是 有的 那 有 那 那 畫畫也好 畫畫正態來的 有什麼玩呢 畫畫 畫畫 對 除了畫畫很吸引妳外 然後妳還有什麼 哦 體育堂 體育堂 對 體育堂有什麼吸引妳呢 這樣 入於學校 平時有些體育 學校同事有些體育堂 太少夜做了 這樣做回這次一些 哦 即是妳具體一點 告訴大家 妳平時體育堂是想什麼的 哦 跑步 啊 妳是想趕快活動 是啊 是啊 趕快活動不是跑步 是玩籃球 不玩足球 那因為平時 如果在那個體育堂裡 沒有那麼多東西玩 哦 那平時妳上一堂 要多久啊 分鐘 45分鐘 45分鐘一節 那每次都是連著的 哦 是啊 哦 這樣 在中間有沒有lunch 你現在是兩節兩節的 有沒有小式 小式 小式 沒有的 蛤 是啊 那妳是在Elementary School才有的 哦 那妳現在是讀什麼school 啊 Middle School Middle School OK 即是妳現在在Middle School 就沒有這件事了 是 妳從幾點上到幾點 啊 八點上課 還是九點上課 還是七點半上課 哦 八點開始第一課 是 那應該上到幾點 上到三點 那妳八至三個小時 除了吃lunch之外 那妳連續去學 上課 是啊 沒有break啊 break 三分鐘 哦 真的三分鐘 讓妳走到第二間科學室 嘩 那妳覺得妳消化到的了 這麼扯 那又不是多的 這樣教妳 教得慢 那這樣 挺開心的 教得慢 好笑啊 妳說得 就是老師是不扯課程的意思 對不對 是啊 哦 這樣 都幾特別 我還以為好像 現在小學有break 因為妳說妳六年班 對 應該會有break 有小息 然後就有lunch 那妳的lunch是學校預備 還是媽媽自己做的 可以媽媽自己做 可以學校預備 如果學校吃不夠的話 可以媽媽做的 不過我沒試過 不過學校吃的那些東西 就呢 不是多夠的 哦 學校是做些什麼給妳吃的 啊 什麼 啊 做紙絲麵 grill cheese 啊 很多東西的 哦 即是有很多選擇 妳就自己選一樣 是 每天有兩個選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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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到那天才選擇的 是啊 即不是一早要自己選定的 不是 哦 那她有沒有樓下好像學校小學餐廳 那樣的 那個叫cafeteria 哦 cafeteria 那妳就自己付錢去吃 不用付錢 不用付錢的 是啊 即是免費的 是啊 學費包買的 是啊 哦 那也不錯 那妳吃午餐多久 有 一個小時 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 對 都差不多 香港小學有些是 好啊 那我又想問一下妳現在上學 妳覺得環境是怎樣的 上學 環境嗎 好優靜 好優靜 比香港呢 妳覺得回小巷 其實香港 不是 外面的話很優靜 嗯 外面的話 打仗 打仗 妳覺得課室大不大呢 課室大 即是比香港很大的 嗯 香港 香港坐筆一點 這裡坐梳一點 因為妳有四個人 這樣吧 那有沒有一些小櫃桶 或者鎖卡 給妳們擺東西 鎖卡沒有 不過遲些有 因為有疫情關係 喔 疫情關係 那妳現在疫情之下呢 老師有沒有規定妳上課 是要電腦上 還是要 好像香港那樣 要有本 訓書上課 其實妳用電腦上 和用訓書上 一樣 不過 她有些APP 真的有時候要用電腦上課 那妳不是要 爸爸媽媽要花一筆錢 幫妳買iPad 或者買些 就是notebook 才可以上課 不用的 為甚麼 學校給的 送的 不知 不是送的 是借的 喔 即是學校提供給妳的 是 就不用自己押外買的 是 聽上去幾好 因為我見很多 香港小學 有些是要家長自己買的 那妳以前小學 有沒有說要一定test book 還是要用電腦來讀書 以前在香港 是嗎 玩了活動遊戲的話就可以用 不過香港不用電腦 用iPad 這裏呢 用電腦 不用iPad 妳的電腦的意思是desktop那些 就是這樣那些 Laptop那些是嗎 是 不是傳統式那些 是 ok ok 挺好 那我想問一下 不好意思 這裏真的問很多問題 因為我都相信面前的觀眾 都很有興趣想知道 在美國讀書的小朋友 生活是怎樣 所以我都要問清楚 那妳要不要穿校服 不用穿校服 那妳穿甚麼 我穿便服 穿便服 是 那不就很爽 是 妳有沒有覺得很荒謬 來到美國 還是說不用穿校服 那也會 不過不用穿校服 洗少點衣服 有分別嗎 有 還有省了些錢 不用特地買校服 是 但她有沒有說在規格上 妳要穿皮鞋 穿球鞋 沒有 即是沒有的 穿甚麼都可以 即她沒有規定妳 穿白色 鞋 穿皮鞋 穿黑色皮鞋 這樣有沒有 不用 不過 妳有體育堂 為了安全 妳最儘量穿一副鞋 不過每天都穿一副鞋 妳的原因是因為 每天都有體育堂 不是 即是妳想為了我自己安全 不是 所以老師說 有體育堂的時候 如果妳穿皮鞋 妳可以去體育堂 妳不要做那些那麼激烈 妳在那裡 繞圈 蛤 體育堂不是集體上課 即是老師帶著妳上課 而妳可以自己選 選活動 選活動 是的 即是她自己開一個 一個 活動的房間 然後妳自己進去選 不是 即是外面的操場 她有袋東西給妳 妳自己想玩甚麼 妳拿什麼 蛤 那麼隨意 不是老師這樣帶著妳去上課 今天要跑步跑二十個圈 不是這樣的 不是 嘩 不好意思 因為我都未聽過美國是這樣 難怪有些人說來美國讀書很輕鬆 好了最後一條問題 真的很感謝妳的時間 就是因為我們有小朋友 接下來都會來美國讀書 可能看這段片的朋友 可能是家長爸爸媽媽都想來美國讀書 那我想問一下妳 作為一個剛剛來到美國讀書的小朋友 妳覺得有甚麼意見 或者有甚麼想分享給面前的觀眾 告訴妳 需要預備些甚麼 或者妳有甚麼想分享一下 預備嗎 是 說好一點英文 說好一點英文 那如果我英文不行 那就真的死定了 不可以來美國讀書 我今天不可以 對 對 那怎麼辦 妳一來到的時候 妳說一下就知道 即是不需要擔心的 對 除非妳沒學過 完全聽不懂老師的話 建議妳 不是逼妳留堂 建議妳 如果妳想的話 妳可以留在課室那裏 跟她一起 講一下英文 對 就是免費補習 免費補習 老師願意留下來陪妳 對 喔 這樣 即是妳都給大家一個信心 即是事務理小朋友 加上 英文不厲害也好 都可以過來講多些 其實大家都不用擔心 因為這個已經是一個人版 即是她自問自己英文一般的人 是吧 下開始沒什麼信心 但她都很快適應 如果再有機會的話 我都想繼續邀請妳 再跟我們分享一下 妳覺得在美國生活 除了讀書 即是這一部分的環節之外 妳都可以分享一下其他東西 好嗎 好 那我們今集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一起講 拜拜